大家好我是Paul 週一到週五英文一起讀 這個新聞是我一個新交的朋友叫Nick告訴我的 我聽完之後我下巴掉起來 我太誇張了吧 很扯耶 可是他說是事實 就看一下新聞真的是 所以我的影片標題雖然聳動 可是並沒有糊弄你 這邊說的我們就看一個人的推特先 把這個事情講得非常清楚 San Francisco has decriminalized petty theft Cops can't stop or prosecute anyone who steals anything worth less than 900 dollars So people have been picking things up at stores and walking out first world 所以這一個他講的是Decriminalize Criminal這個字我們應該很熟悉 有跟犯罪相關的 罪犯也可以叫criminal Decriminalize 就是除罪話 像我們常常講說看能不能大媽除罪話或之類的 So we aim to decriminalize marijuana 所以Decriminalize 什麼東西啊? Petty theft 比較小一點的罪就叫Petty theft 所以像去 shoplift這種罪 什麼叫shoplift Lift是抬起來 shop是變成店鋪 你把店鋪抬起來了 不是啦 就是去便利商店或之類的偷東西 不是偷那種東西 就偷東西 所以這樣子的罪就算是Petty theft 因為說真的你能在店裡面偷走多少錢的東西啊 你要是今天去搶銀行那可能可以搶很多 你要是偷東西能偷多少呢? 所以他這裡說就只要900塊以內的 Worth less than 900 dollars 那美金900塊算一算數學 也大概是兩萬多塊錢的事情 那你只要偷兩萬塊以內的台幣的量的話呢 警察是不能阻止你 Can't stop 也不能夠prosecute 什麼是prosecute? 公訴罪 就是國家不能告你 簡單的說 所以prosecute的就是檢察官 那我們上次 大概在兩個禮拜前吧 我們有講過 prosecute跟prosecute這兩個字 prosecute是政治上的迫害 好 所以這樣子不要搞混了 所以shoplift就是一種Petty theft 那種罪也順便說一下 種罪就Fallon 所以像是 那傷害罪啊或之類的 Felony Felony charge 或者傷害罪 呃...重罪 所以人們啊就已經開始 走進店裡面 然後就東西拿一拿 甚至會拿袋袋進去 塞塞塞塞裝滿了 我們就走囉 So they just walk out 或者cycling out 在那邊強調 要不就走出去 要不就騎個腳踏車跑掉 所以這一篇推特最後就加了兩個字 第一世界啊 First world 竟然發生這樣的事情 所以你不要想說美國是個多進步的地方 各種千瘡百孔啦 說實在的 那這一則新聞呢 我們就可以帶到一個上禮拜發生的事情了 所以這裡有一個影片 這影片就是 也是一樣 在San Francisco 不意外 在同一個地方嘛 所以這邊是這個 Union Square的一個 Louis Vuitton Louis Vuitton 這家店呢 在一些報導裡面 他用到這個詞 這裡當然標題也有 這個店呢 It was emptied out by thieves 所以被這些小偷們啦 Empty Empty就空了嘛 那他用一個被動的形容 Emptied out 整間店被偷的一干二戒 畫面上這個畫面沒有 在別的新聞畫面裡面有 那要是 我這邊有包括三個不同的報導 有興趣的歡迎你自己去看另外一篇 另外一篇這邊 他就講到一個概念 就他有Loot這個字 OK的 就是那一種 大規模的搶齁 眾人一起去搶劫 根本往事法治這件事情 這就叫Loot Looting 像以前有個那個 Hurricane Katrina 就那個 美國的颱風 或者應該 他們那邊好像把它叫颶風 Hurricane那個詞 順便說一下 對不起 所以我們 我們亞洲只要 太平洋上生成的颱風 都叫做 颱風 就是颱風 颱風 那在大西洋上生成的 我們叫它Hurricane 所以多學一下這個概念 所以其實同樣一個東西 同樣的一個 氣候現象 只是我們給它不同的名詞 所以 有一次 美國的一個Hurricane Katrina 造成這個 New Orleans 就New Orleans 這個省 這個州 就淹水之類 那 在這個 法治 淹水 然後法治 就 the law enforcement 已經沒有辦法 顧到 救難的時候 那人們就會開始起壞念頭 所以law enforcement 再強調一次 是有時候警察的一個換句話說 所以當你的law enforcement 已經沒有辦法 照顧好大家的時候 就會有人開始覺得說 我好像要來犯個小罪 大概警察也沒有 就沒有力氣來抓我 所以在那時候就有發生 就是mass looting這樣的概念 OK 所以loot這個字就大概是這樣 所以這邊就有loot 這基本上概念是一樣的 那這邊報道裡面就有出現一些 我覺得就很誇張的數字 這邊我就不放大了 沒關係 所以在說的是至少100個人 嘗試搶了14間店 在San Francisco那邊 的Downtown市中心那裡 你想想看 100個人就這樣搶 那他們為什麼不怕 因為他們會覺得可能我會沒事 我只要搶900塊以內的話 走出來沒事 你不能阻止我 當然我不知道他們是搶錯地方 Louis Vuitton可能一件東西 隨便就超過1000塊 2000塊也不一定 so maybe they robbed the wrong place but anyway 那我們就再看一下這個影片 看那抓一些詞來說好了 好所以 那我就開始放吧 OK所以 所以檢查就on the scene 檢查在線 檢查 警察 on the scene scene就是場景 so the police are on the scene 所以這是一個 我想再聽一下 剛剛他前面用的一些詞 Burglary tonight 所以有一個詞叫Burglary 所以Burglary 基本上就是 闖空門的概念 我就搶 行搶 好 再往前一點點 對不起 所以他這裡有一個 smash and grab 你甚至可以把它處理成這樣 smash and grab 那smash就打破 所以他們就直接把窗戶打破了 櫥窗打破 然後就打破就抓走這樣子 好 有一個人 getting away with an armful of merchandise 所以整個 整個抓了滿懷的 an armful of merchandise 這個字應該OK 就是商品 好 所以 你能看到一些 officer圍著一台 這台車叫野馬 Mustang 那然後呢 那他們用Burglary 來把這些windows給打破 所以Burglary這個字 就是那種 像井棍類的東西 就棍子 所以他們棍子把 打破了 然後就搶這樣子 they then drag someone out of the Mustang and handcuff them 這邊我剛剛 我可能講反調了 所以他們用這個Burglary把windows打破 是把車子的windows打破 而不是 因為我在想 剛剛想奇怪 這誰怎麼會有Burglary這種東西 因為Burglary 基本上應該是警察在用 所以Burglary把這個 因為他們要上車逃跑 所以警察就直接用Burglary把他的windows打破 然後就把他們從車上 drag下來 再聽一下 OK 他就把人從Mustang上 drag下來 所以 drag就拖拉下來這樣 and handcuff them 然後就把他們hand cuff 所以hand cuff就是那個上手銬 now in this video posted to the citizen app two men were seen being detained sitting on the sidewalk 所以就看到這邊另外一個影片 posed上來這邊的 所以他好像有一個citizens app 還是之類的 可能就是新聞去搜一些 民眾們拍到的影片 我想是 所以就看到兩個人被detained detained在這個sidewalk上面 所以sidewalk這個詞就是幫旁邊那種人行道 所以就看到兩個人被detained detained這個詞就是被拘留在那邊了 簡單的說 FIREFIGHTERS ALSO RESPONDING TO THE SCENE CITIZEN REPORT 好所以FIREFIGHTERS RESPONDING TO THE SCENE 所以這個我們在新聞報道裡常聽到 就是警方啦或者消防隊啦 他們回應了這一件新聞事件 或者這個emergency 所以他們就會說這個 就是FIREFIGHTERS或者是警察啦 就RESPONDED TO THE SCENE 所以他們針對這個場景做了回應 也就是到達現場的概念其實 所以他們到了之後為了要把這些 因為我覺得 其實這就是一個法令改變之後 整個社會對於這種犯罪行為的漠視 或者是容忍 結果這些事情就慢慢漸漸的escalade 所以這個詞我以前也講過 所以大家的漠視然後犯罪行為的慢慢的escalade 然後到了現在這個零爆點就是 這一百個人覺得乾沒差我就搶就是了 反正你們不能抓我 那警察也覺得不行這樣下去 如果今天這一百個人搶完真的就跑了 那真的是無視公權力了 所以我猜他們總之敲破人家玻璃啦 然後給人家逮捕或這些的 到底能不能prosecute不知道 說不定這些人還可以反過來咬警察一口都不一定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前面講的半年前的這一個法律上的改變 那改變之後900塊下 剛剛說的這件事情所以你懂啦 所以說不定 報導歸報導 可能幾天之後發現是警察方面吃了虧 都不一定很難說呢 好所以這件事情 我覺得實在太扯了啦 好我們再把它看完 我剛剛好像少講一個詞 所以他們到了現場之後這些 為了要逮捕人啊 那他們好像用了pepper spray 我剛剛有聽到這個詞 所以pepper spray就是那一個 防狼噴霧劑其實就叫pepper spray 那pepper你知道是黑胡椒或胡椒叫pepper嗎 那黑胡椒加個black 那pepper你知道胡椒噴到臉上當然是balker 所以pepper spray這個詞 我們把它叫防狼噴霧劑 可是事實上 沒有防狼這個英文名詞在裡面就是了 好所以再強調一下 這個電啊 emptied out 好像是耶 你看這裡面 電好像是空的耶 被搶了一空 seeing as police continue to investigate no official word from them about what happened but San Francisco supervisor Eric Peskin tells us police arrested all six thieves who were involved 你看 這新聞報導還替這個 反正替官方說說話 所以police逮捕了all six men involved 真的只有六個嗎 我覺得幹可能 還有 而且你think about it guys can six people empty out of store that's impossible 你知道一家店的merchandise有多少嗎 六個人可以把一家店搶空嗎 is this possible I don't think so 我不覺得 所以可能六個人狂搬搬到mustain上去 可是你覺得一間店裡的所有merchandise 可以漏到一台車上去嗎 我不覺得 I don't think so applauded the officers for their work the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has asked people to avoid the area 好這邊還說了 喔他 一個誰誰他 稱讚了警察的這個 好表現 6個都逮捕到 6個而已 屁不覺得 你看剛剛另外一個報導說 總共100個人行搶 對不對 好但不管了 applaud這個詞就是 yeah 好棒好棒拍手這樣子 所以這動詞 那他的名詞是applauds 所以多學一下 and expect traffic delays no one by the way no one was injured sure 問題是公權力輪上到這樣的地步 美國真的覺得不行了 要留學的同學不見得去思考美國了 去歐洲要去英國好一點了 可能錢會花比較多 可是美國有些地方真的已經住起來不是很安全了 我必須要說 好我們講到這裡大概可以了 我們很快走一下今天好複習一下下 criminal犯罪的 decriminalize 出罪話 petty theft 總之小小的 小罪 多半shop shoplift就算是 這個就是 在便利商店偷東西啊 或之類的 shoplift 我一直講便利商店 不一定是便利商店 總之在店舖偷東西 shoplift failin 則是重罪 prosecute 公訴 所以剛剛說了 if you steal things that have total worth of less than 900 dollars 偷的東西 總價加起來沒有超過900塊的話 you won't be prosecuted 你是不會被公訴的 prosecute 另外一個字剛剛說過了 這是那個迫害 好 那worth是值 所以剛剛強調講幾次 所以你偷的東西 如果是worth less than 900 dollars you will not face prosecution 你就不用面對公訴 face prosecution 剛剛幾種方式說了幾下 you will not be prosecuted you will not face prosecution they will not the country the state will not prosecute you the authority will not prosecute you the authority will not prosecute you 好 emptied out 整家店被偷了一乾二淨 然後 突然想到以前的例子 就looting的這個概念 mass looting 颱風過後 公權力伸張 沒有辦法 so you know the law enforcement was spreading thin 在這個狀態下 在這個狀態下 沒有人能夠去 好好地維持公權力 大家就開始loot這樣 好 所以颱風 hurricane這兩個詞 一個是太平洋深層的颱風 一個是那個 大西洋深層的 law enforcement 常說跟the police 是一樣的概念 所以他們到達現場 處理 the police are on the scene scene就是這個現場 那 他把它說成是一個 burglary sure也是沒錯啦 我們再多講幾個詞 隨便一邊補充 一邊又想到可以補充的東西 一邊複習 那burglary是剛講 寵公們 其實你講 home invasion也是OK的 所以 那如果今天 正式搶劫就 rob 那他的那個名詞是 robbery 這樣 而且在 我記得我以前說過一個 討厭文法 就rob這個詞 事實上是 他的sure是人 不是東西 如果今天是take的話 那我的sure 可能是東西 例如說 I take something from someone from somebody 可是如果今天是 rob的話 則是 rob somebody of something 所以你看 你會看到這個東西 他的 他的主 主詞跟 我加個主詞下去 所以主詞 takes something from somebody 或者主詞 robs of somebody of something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東西 他的那個 阻隔 受割的關係 是很有趣的 他的受割是 一個是東西 另外一個則是人 這OK啦 smash and grab 他們就說 這個事件 根本上就是一個 打破直接拿走 smash and grab 那他影片裡面 剛剛看到一個人 armful of merchandise merchandise 商品這樣 那警察用button 把那個 那個車子 叫mustang 他把槍打 啊槍槍打破 然後把裡面的人 drag出來 然後手銬靠上去 handcuff 然後把他們放在人性道上 side walk 那讓他不准跑 把他們detain住 所以你看 剛剛這一個 一整個畫面 你就可以串起很多的單字 把它記起來 你不看螢幕 無所謂 BOG跟我一起 再把這個事情走一次 所以 這個 San Francisco的Downtown Union Square那邊 發生了一個 smash and grab 大家就 burglary 就開始去搶 mass looting 對不對 警察在現場 the police are on the scene 那在一個 Mustang要逃跑 他們就baton 把他打破 警棍 然後人抓出來 然後把他們放在 side walk 上面 然後detain他們 see that's easy 你把這個故事記起來 你就記了很多單字 來 我們再強調一下 警方或者是消防隊之類的 到了現場 回應這件 檢基事件 so they responded to the scene 這樣 那我剛強調一下 我覺得這一切都是一個 幾個月來的一種 事件上的不同的 escalate so escalation escalate 這個詞 那他們也剛說了 他們用pepper spray 去噴一個人 把他噴到這樣子 pepper spray 然後還很自爽的說 啊 警察好棒喔 逮捕了六個人 so put a plot the great work by the police 而事實上我覺得 這根本是 這根本是工學力的失敗 這不是成功 這個 不要再自爽 美國人 好啦 教英文 然後開始一直罵美國 這事實上 立場有點奇怪 可是我真的覺得 不喜歡美國 越來越討厭美國這個國家 如果你喜歡 我不會跟你辯論 無所謂 那我喜歡這個語言 可是我不喜歡這個國家 anyway 講到這裡夠了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